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 和订阅,也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下 澳洲一位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就是连任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的Dan Andrews Dan Andrews呢 他在昨天上午到达中国 开始他为期四日访华之旅 这个亦是安德鲁斯先生第七次访华 不过他这次很特别 就是不带任何记者 结果你不带任何记者 那就被澳洲媒体 尤其是以这个梅多的新闻集团 的一系列报纸 其实一直都招呼他 他一直在这个新闻集团都对他 相当地好招呼 好招呼是引好了 就说他 现在你就是向中共 发出了错误的讯号 即是 你是背书 习近平和普京之后的见面 之前那个见面 就说 这次安德鲁斯访华就等于背书他们的见面 这个真的好笑说得很远 当然这个也是安德鲁斯在澳洲和美国在英国签 这个澳洲同盟之后第一次访华 在访华之前 其实他就说 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 维多利亚洲 和中方 经济联系的重要机会 尤其是 是有助于增加维洲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 其实之前 维多利亚洲就是最多中国留学生的 他亦都说 澳洲总理 Albanese 就是这个 艾博联 是对他 今次访华之行非常支持的 昨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说 中方愿意和澳方共同努力 本住互相尊重 互利共赢 求同传异的原则 启动和 恢复各领域的对话沟通 拓展合作 推进 双边关系重回正轨 我们看看其实 今次 这个安德老师 作为维多利亚州州长 是没有邀请任何记者陪同访华 被反对党 自由党 和梅多旗下的 这些报纸就说他打破惯例 缺乏透明 安德老师就说 这次访华之旅 主要是一些会议 而且是 连转 而且是 连 续的一些 会议 所以 是不适合 拍照的 所以 就觉得大记者是不适宜的 说到这次 中国之行的目的 当然 很多 西媒就说他目的值得怀疑 就觉得 他投工 这个 澳洲人报 更加 他为什么访华 根本 就是 目的 应该被质疑才是对的 因为 这个维达利亚州 当然 州政府和北京 就签了一个协议 结果就被 联邦政府撕毁了 令到 安德鲁斯 亦都相当不开心 他 出行之前有开过记者会 他就说 这次是个快速访问 但是对于我们州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这样可以令到我们 给中国的合作伙伴留下深刻的印象 要告诉他们 墨尔本是开放了 维多利亚州是开放了 中国 经济和华人社区 企业和合作伙伴 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安德鲁斯亦都说 他想给中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就是 维多利亚州 是值得 顺耐的合作伙伴 在很多方面 都是可以合作的 好似 旅游 教育 工作 投资 而且 来这里的人 会受到尊重 很安全 和受到重视 他就说 这次的重点 就是 增加维多利亚州的 中国学生 的数量 目前 在维多利亚州读书的中国留学生 就有42,000人左右 国际学生 一直是维多利亚州最大的经济推动力之一 疫情期间当然 这个国际 教育 产业受到巨大的伤害 当然 我们总理 亦都支持他这次的 中国之行 安德老师亦都说 今年迟些时候 其他州长都可能 会进行类似的访华行程 没错 这个西澳洲州长 就一定会去的 他说明的 而且 大家都在工党 当然反对党肯定柴里台 反对党背后的媒体 当然是媒独的新闻集团 安德老师 自从2014年 就任维州州长之后 就第七次访华 上一次访华 就是 19年10月 他当时就和中方签订了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协议 但是 2021年 前政府 这个 Scot-Worrison 莫里顺或者莫里森 Scot-Worrison政府 就是 强行撕毁了这个 协议 同时 他亦都是 这个 澳英美同盟签订 之后 首次访华 澳洲联邦 助理贸易部长 阿尔斯就对安德老师的 中国之行表示支持 他就说 各州州长 与中方进行外交层面接触 是个好笑头 今个星期 这位联邦助理贸易部长 亦都会前往中国参加 博鳌商业论坛 当然 这个澳洲议员情报 及安全联合会主席 亦都是 工党议员 他就说 安德老师这次行程有助于稳定中澳双边关系 对于加强经贸关系 特别是鼓励国际学生到澳洲 其实有积极作用 外交是同其他国家接触的重要工具 州长是以维多利亚州的 经济机会作为依归 希望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 澳洲媒体当然是对他没有好事 反对党更加是 反对党后面就是澳洲主流媒体 好似 这个年代报就说 安德老师今次访华之行打破常规 因为 他没有邀请任何记者 也没有邀请教育部门的代表 与他同行的只有州长秘书和办公室人员 他的州长办公室 其实也公布了昨天的 日程安排 当然澳洲媒体肯定不放过他 因为媒体很恨他 澳洲媒体联盟主管 澳洲媒体基本上对中国 90%都是不友善 可能是99% 即是我指西媒 澳洲的西人媒体 澳洲记者被B联化 并且说安德老师甚至没有提供一个似样的简报 看起来十分差 但是 维多利亚州的代理州长 艾伦就说 安德老师州长在出访前一天宣布了他的行程 这次行程很透明而且特别透明 他本人也解释过 这次中国之行 是 不适合影响 因为到时 会有back to back的meetings 即是 背靠背或连续不断的会议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请媒体 当然你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 毛铃说话 相当地恰当 中方一贯认为改善维护和发展好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符合 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方 愿意和澳方共同努力 本着互相尊重 互利共赢 求同存意的原则 启动和恢复 各领域的对话沟通 拓展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 重回正轨 刚才我们说过有一个 论坛 是什么论坛呢 就是 被称为 这个 中国版 达玉斯论坛 其实 都有很多 澳洲 最著名的商界巨头 坐自己的专机 这么多年 终于是 再次回到中国了 包括 Tim Cook也有去的 其实 在 上周末 多名澳洲的商界巨头 坐上自己的专机 时隔多年再次前往中国 其实大家都希望逆后的中国 可以带来机会 好像 Forteskill Metals的创办人 Forest 还有就是 Rio Tinto 的 CEO 还有 BHP 的CEO 以及 来自全球 各地几十名商界的巨头 都参加了北京举办的 中国版 达欧斯论坛 即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这个论坛 为期三日 是中国 清零政策之后 举行的第一场 大型商业活动 你看 其实这些澳洲的商业巨头都去了 作为一个州长 他为 自己的州难听说 拗一些 机会都对的 在 中国和 这个欧美政界 处于历史低点的时候 其实这个活动 亦都象征着 很多商界人物 渴望和中国重新接触 对于Forest 这些商人来说 这个论坛 是他这次中国 之行的第二站 第一站 他 去了瑞训 在香港举办的 亚洲投资大会 最后一站 就是遲些在海南岛举行的 博鳌论坛 对于很多澳洲商人来说 其实 当然 在西方的这个舆论压力之下 有些人都是惊惊的 去中国也是惊惊的 但是 和全球 第二大的经济体 和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保持联系 其实 大家都是 冒着给西媒舍衰的 压力 这样都要去的 因为 你知道西媒 很容易就将这些 商界巨头 好像 周长也是 维多利亚州州长 就被标签为中共政权的支持者 他们经常都这样说 但是 Forest 这个 澳洲大有钱人就说不担心 他就说 我们 都是做好自己的事 当然 他 对中澳商业关系的热情 也引致 一些 不是一些 多数澳洲媒体尖酸刻薄的批评 今个月 月头的时候 他出席 澳洲金融评论报商业峰会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 都看到了很多人批评 我是亲华分子 我是支持中共 我从来没时间听这些废话 果然大老板 这次中国之行 其实 当然他们公司就卖很多铁矿石 去中国 但今次他们就将重点放在全球绿色能源 轻 供应链上 因为之后 轻 可能在 能源转型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将会在 博鳌论坛上 即是海南道 对于这个主题 发表小组演讲 另外他还担任 高级商要领袖论坛的联合主席 另外其他富华的 商界人士 包括 Tim Fogg 我们之前经常说的 就是 这个 宾富母公司 的CEO 宾富当然是一个 很出名的酒 还有 就是 澳中 工商业 委员会的主席 值得一提 其实这次富华的 澳洲商业领袖人数 和前几年澳洲总理 率领的大型代表团 都相距甚近 因为大家都担心 下一次 被标赏 是 叫做 投工 的标签 所以这些就是寒蟬效应 但是考虑到 澳洲企业的 高层在疫情期间没办法开展中国业务 所以这次访华 意义都挺重大 而且 这个亦都是目前两个关系正在解动国家 的一个 叫做 又一次回暖的迹象 至少在商贸和 在 这个 其他领域上都有得合作 澳洲驻华 大使 Fletcher 代表澳洲政府出席 博鸥论坛 而 贸易部长 这个 Farrow 亦都希望今年是可以访问中国的 当然了 今次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世界500强的董事长好多 当然了 是 都正常的 因为以后大家都打算去中国寻找一下机会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我们下集 启 支持 启 跟